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组大数据来看看 冰雪油都有哪些新的特点和新的趋势 哪些城市冰雪油的热度是最高的呢 东澳来了 全国各地掀起冰雪旅游热潮 春节假期期间 滑雪场门票增长最快的是山东 订单量同比增长679% 其次为重庆和辽宁 订单量分别增长347%和121% 作为双澳之城的北京 春节假期冰雪滑雪等搜索热度 平均涨幅均高于215% 张家口的搜索热度上涨280% 在南方北雪难移的趋势明显 广州市南方最火爆的冰雪运动城市 长三角珠三角成鱼等几大城市群 及周边冰雪旅游景区 成为人们春节期间就地玩雪的重要选择 从客单价来看 云南丽江玉龙雪山滑雪场 吉林长白山国际滑雪场 吉林松花湖滑雪度假区 成为最吸金的滑雪场 大部分旅客选择住2晚以上 客单价在2000元以上 丽江玉龙雪山周边酒店 部分房价高达4000元以上 在冬奥的影响下 小众冰雪项目走进中国消费者的视野 数据显示 1月以来冰湖搜索量同比去年上升310% 冰球搜索量上涨130% 小红书上包含滑雪关键词的笔记发布量 比2021年1月同比增长232% 比2020年1月同比增长约8.3倍 从搜索数据来看 单板滑雪比双板滑雪的搜索量高出近一倍 好